各位觀眾大家好 歌仔戲是台灣的演員舉一種 台灣的獨行文化 今天楊玉瓦歌仔戲中校協議 舉行民主手電會 我想這次是台灣歌仔戲裡面 歷史的新一頁 當然很多人在想說 一進來跟記者來問說 你有沒有看過歌仔戲 這是這樣啦 五十幾年前我叔母在看的時候 我都歌在旁邊看 其實楊玉瓦已經幾乎跟台灣的歌仔戲化長很好 因為台提拉台灣歌仔戲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楊玉瓦 所以對整個台灣歌仔戲的寶刑跟花樣 算得上是奉獻一生 也算是歌仔戲達人 那麼台灣的文化遺產相當多遠而且豐富 所以這些都是台灣歷史留下來的資產 那麼保護成傳跟推廣這些歷史的理財 我想是大家的責任 那楊玉瓦小姐無疑 就是推廣保存 跟維護這個歌仔戲文化 最重要的一個達人 所以今天這部戲要推出 我們除了表達祝賀以外 也對他這個一生奉獻團歌仔戲的努力 要表達敬佩 要說得到